大家好 我是Sunny 2022年第一條Youtube片正式為大家新鮮熱辣的送相 之前也有想過2022年第一條Youtube片拍甚麼 剛巧Dior在前兩星期伸出限量產品 我本身也有用它們的產品 我覺得它的稅粉是真的做得不錯的 這次看到它是限量的花紋之後 不如試它的氣剪CUSHION 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去開箱 我直接在他們的官網買 我只買了一個氣剪CUSHION 來到這個產品就是這樣 一個紙袋 還有它新出的氣剪CUSHION 另外還有一個少許的帆布袋 裡面有一支MISS Dior的香水版 我覺得都可以的 始終可以直接寄到你家 又或者用唇風直接寄到唇風櫃 自己又不用特意出去 我也覺得不錯 這個就是傳說中 最近很多網站都有介紹Dior的限量版 待會我放大給大家看看 而且會直接試相面 給大家看看它的效果 Dior平日每一年都會出一些限量版 給大家去購買 其實今年也不例外 而這次的花是力推千了紋的 其實我完全未試過這個產品 今天和大家一齊開箱 它這個也是氣剪粉餅 其實平日都有推出過這些產品 看回它的口 其實和之前推出的BBCUSHION 其實那個尺寸也是一樣的 而它這次呢 這個就是它們力推的千了紋 放大就是這樣的 大家看到嗎 其實它是一塊白色的布 印了牌子上去 但是呢 比我自己預期中的印花 我就覺得差了一點 因為呢 我自己也會看到它有一點粗糙感 打開了之後呢 就是一塊鏡子和它們的粉撲 打開了之後呢 就有它們的印花在海綿上面 我這次就買了它們的零N色雅致妝感 印下去 印一下 其實都已經有很多 我一會兒就直接試上臉上 好了 那我現在就直接試上臉上 剛才其實我已經塗了Base的 現在就直接把這個 氣墊粉 塗上臉上臉上 其實我剛才就 只塗了一下之後就塗上臉上 其實就很薄的 現在我就再再塗一下 其實再塗一下 而且我自己覺得這款的N0色 都挺適合我自己的皮膚 它這個顏色是屬於比較自然 對我來說 就不會說過分地白 開頭其實我也在猶豫 究竟買00色還是0N色 最後買了這款 我自己都 塗上臉之後 我自己都很喜歡 好了我現在就塗了半邊面 而這邊面就未塗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跟我皮膚的顏色 其實是真的有點相似 所以這款顏色其實就很適合我自己 但它這個氣墊粉粉 其實不是著重於它們的遮瑕 所以遮瑕度我覺得不算太過勁 好像我剛才其實都有點暗瘡印 還有一些粉刺的印在這裡 其實那裏都不是說修飾得很明顯 如果大家真的要買一些 是真的著重於遮瑕的話 可能這個就未必那麼適合 但我自己覺得 印了兩下 它的質地其實都很透薄 而且很緊貼我的皮膚 塗上去之後其實就很貼面 而且不浮粉 又或者不會覺得它是很厚 所以它的質地都做得很透薄 現在就塗上另一邊面 其實我只是印了一下 都已經是差不多塗了大半面 其實這裏都已經塗勻了 但可能重點某些位置 可能在鼻翼的位置就要再修飾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做得很透薄 很快就已經化了整個面 其實用了幾下 它的麵吸收度不算太誇張 我覺得都OK 剛剛就已經塗了這款新的氣墊枯筍上面 我自己覺得它的清爽度都做得不錯 不會覺得很黏又或者很濕 我覺得它這個做的清爽度都做得不錯 為了試它們的妝感 所以一會兒我會上它們的碎粉 因為始終我自己是混合性皮膚 比較容易出油 我一會兒會用它們的碎粉上了全妝之後 今天會大概維持六至八個小時 看看它的出油和粒粉的程度 會不會是適合我自己的皮膚 一會兒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今天整體的妝感 Hello 我現在已經化了這個妝 接近六個小時的時間 但油份分泌不算太多 但大家其實都看到我的額頭位 其實都會有一點光澤感 但不算太過明顯和很誇張 所以我覺得這個做得也不錯 重點要跟大家說回 這款的遮瑕度不算太過高 所以如果大家著重於想買遮瑕度高 這款就未必適合 如果大家買了這款之後 就要重點在某些位置塗遮瑕 但我覺得矯量的黑眼圈 其實都可以均勻你的膚色 但不算太過明顯和太過誇張 但我覺得整體上這個產品是不錯的 特別想跟大家說回 我自己覺得它的透薄做得真的不錯 因為我只印了一兩下 其實已經塗了大半邊臉 它的透薄是可以均勻地塗在整個臉上 所以我覺得這款產品也是不錯的新產品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